齿轮胚等中间有孔的断键,分苏后还要冲孔。 冲子找正,试冲后放些镁粉是为了方便取出冲头。 在压力下,冲头积入胚料将中心金属挤向四周而形成孔。 由于不可能一次冲头,通常冲到四分之三时翻转胚料,从另一面冲掉孔底脸皮得到通孔。 对具有较大孔的环形断键,不能用冲头一次直接冲出,就要再加上扩孔工序。 这是使用马杠进行扩孔。 孔壁在垂头与心轴之间受压减薄,环形键的直径则加大。 扩孔后,再用胎膜和冲头整径,这样断键就完成了。 由此可见,钻造冲孔与切削加工做孔原理上是不同的。 它并不全部削除孔内金属,而只是利用金属塑性,使它们在压力下按需要重新分布。 这对提高材料利用率是很有好处的。 谢谢。 我们来看看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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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